好 接下来我们学第二集 货币实现价值 这一集是一个基础性的小集 学财务管理必须要学货币实现价值 对于货币实现价值这一集来说 我们解决了两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那是折现的方法 我们说对于价值的评估 那是未来现金流量的一个现实 那如何折现 折现的方法在我们这个小集来予以交代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关于利率的换算 我们如何把报价利率换算为有效年利率 这是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来说 在后面诸多章节的学习当中 都会有所涉及做基础内容 好 我们的第二集 货币实现价值 涉及到如下的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负利宗旨和负利限制的换算 第二个是年金宗旨和年金限制的换算 第三个是报价利率和有效年利率资金的换算 好 三大方面的换算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负利宗旨和负利限制 这两者之间的换算 那么对于这件来说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货币实现价值 那么什么叫做货币实现价值 我们简单的来认识一下 对于实现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在日常生活当中 由于时间的变化 会影响很多很多的相关因素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谈 岁月是把杀猪刀 我们也经常说时间就是金钱 这一系列的变化 都是由时间所引起的 那么对于货币来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也在发生变化 当然它的一个基本方向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货币会产生自我争执 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百万 把这一百万存到银行去 一年后我能从银行拿出一百零五万 当然这五万块钱是利息 我可以这样表述 说经过一年的时间推移 这一百万产生了自我增值 增值了多少呢 增值了五万块钱 那么这五万块钱 就可以看成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非常的完善 它有小瑕疵 过后我们再说 那么基于这个例子 我们把货币时间价值做个定义 货币时间价值 货币经历一定的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 所增加的价值 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 所增加的价值 那不就是五万元吗 所以可以表述为 这五万块钱 是一百万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所产生的货币时间价值 当然并不是非常的严谨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说需要通过投资和再投资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的男同胞喜欢存私房钱 胆子又比较小 假设有五万块钱的私房钱 不敢存银行 不敢买股效 那只能放在家里面的床底下 箱子里 请问 这五万块钱经过一段的时间推移 会产生自我增值吗 不会 对吧 一年后是五万 两年后是五万 十年后还是五万 为啥呢 因为没有通过投资和再投资 我们可以拿五万块钱 买股票 买公司债券 债不计 可以存银行 都会有相应的收益 所以货币时间价值 告诉各位男同胞 不要存私房钱了 好了 那么这五万块钱 是一年当中 所产生的自我增值 但是用五万块钱 来表示这个货币时间价值 它有一个缺点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小李和我 都找到了张大妈 找张大妈干嘛呢 让张大妈给我们介绍对象 张大妈说 小李 随随随过来 来 你们说说 你们自己的能力 到底怎么样 小李说 这一年 他赚了十万块钱 我说这一年呢 我只赚了一万 哎 张大妈说 你看人家小李能力强啊 我说张大妈 别这么武断 听我说 小李同学 他是拿一百万 赚了十万块钱 而我呢 是拿两万块钱 赚了一万块钱 即使 小李同学 他的收益率 是有百分之十 而我的收益率呢 是百分之五十 那我的赚钱的利 更强一些 确实 要是我有一百万的话 那我能够赚五十万内 好了 继续此 对于这样的相对比例 他排出了资金规模的影响 在评价的时候呢 更加客观一些 所以继续此 货品时间价值啊 他就有两种表达方式 第一个呢 可以用决定金额 元万元来表示 比如说刚才的五万 也可以用相对比例 百分之五来与表示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由于这个百分比 相对比例 排出了资金规模的影响 所以用它来表示 货币时间价值 更加常见 更加通用 好了 那么我们想想 在刚才的例子当中 最开始存了一百万 一年后拿出来一百零五万 利率当然就是百分之五 刚才我在举例的时候呢 我还稍微提了一句 我说啊 这个例子不太严谨 用它来指明货币时间价值 则是个大概的描述 一个概略的表述 那么为啥不太严谨呢 来 我们想想 对于这个利率来说 它有哪些因素组成 这怎么前面 第一节的相关内容啊 对于利率 它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无风险利率 一部分呢 是风险收益率 那么对于无风险利率来讲 又包含了 纯粹利率和通货膨胀率 后面呢 剩下的风险溢价 有违约 有流动 有期限 这三个风险溢价 好了 那么对于货币时间价值来说 并不是所有的包含在一起 货币时间价值 它要排除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它要排除风险溢价 第二部分 它要排除通货膨胀 那基于此 对于货币时间价值 如果说 我们给它一个精确的概念 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 它应该是 在没有风险 也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货币经历一定时期的投资和再投资 所增加的价值 也要是 仅仅指的是利率当中的 纯粹利率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才是我们的货币时间价值 也要是说 在研究货币时间价值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风险 也不考虑通货膨胀 就此 刚才我说 我举的这个例子 它是不太严谨的 因为银行的利率 它是包含了通胀 也包含了一定的风险溢价 我们需要把这两部分去掉 剩下的才是货币时间价值 好 这是货币时间价值 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这个概念 简单了解就行了 但这个结论要知道 货币时间价值 不包含风险的因素 不包含通胀的因素 可以用相对比例来表示 可以用决定金额来表示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用相对比例来表示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请同学们跟上我的思路 回答如下的相关问题 比如说 我借了你一百万 现在我要还钱 我给你两个方案 方案一 那就是 现在还你一百万 方案二 那是一年后 还你一百万 那请问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你来说 你选择哪个方案 你选择哪个方案 你肯定选择的是 方案一 为啥呢 道理很简单 你会这样想 我现在把这一百万拿过来 放到银行去 那也有利息力 说明 现在的一百万 要比一年以后的一百万 要更加值钱 它的价值会更大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请问 请问 2020年12月31号 得一百万 和2022年12月31号的 一百二十万 谁的价值更高 谁的价值更高 这个问题啊 就没法回答了 对吧 它的时间不相同 它的金额也不相同 那么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 我们需要看 这个货币时间价值 它的一个增值的情况 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基于此 我们下面就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如果说要比较 两笔资金 它的价值大小关系 我们需要 在同一时点进行比较 同一时点比较 你比如说 现在时点的一百万 和现在时点的一百二十万 那显然是第二个 价值更大 或者说 一年后的一百一十万 和一年后的一百二十万 那一百二十万价值更大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要比较价值 必须把两笔资金 换算为同一时点 才能比较 那么第二个 那么在换算的过程当中 就会涉及到相关的概念 我们把未来时点的价值 叫中值 我们把目前现在时点的价值 叫限值 中值和限值之间进行转换 还需要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那也是利率I 第二个参数 那是七数N 所以基于此 我们看下面的相关概念 把前面的例子拿过来 前面说 我有一百万存到银行去 假设银行的利率 那是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一年后呢 能从银行拿出一百零五万 好了 那么我们说 现在这两笔资金 在价值上是等同的 为啥呢 现在的一百万 就等同于一年后的一百零五万 这两笔资金呢 虽然发生的时间点不同 虽然他们的绝对金额不同 但是他们价值是相等的 那如何判断这个价值是相等呢 就要把这一百零五万 折算到我们现在的死点 它刚好等于一百万 是吧 所以和现在的一百万 价值是等同的 基于此呢 就如下的四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叫做限值 我们用P来表示 限值限值顾名思义 现在死点的价值 目前而今也目下 现在死点的价值 它说的是 未来某一死点上的一定量的资金 则算到现在所对应的金额 叫限值 那么宗值呢 又称之为将来值 是现在一定的资金 则算到未来某一特定死点 所对应的金额 你别说 刚才我们的限值就是一百万 我们的宗值呢 是限值经过则算 则算到未来 第一年年末死点 它的价值一百零五万 做就是宗值 那么对宗值来说 那是无穷无尽 对吧 我们要确定宗值啊 首先第一个条件 就要明确 宗值点在哪 一年后的价值叫宗值 两年后的价值叫宗值 一万年以后的价值 那也叫宗值 所以你在确定宗值的时候 必须要明确一个先决的参数 要是价值点 这个宗值点到底在哪 好了 接着请同学们告诉我 在进行方案决策的时候 你认为限值用的多 还是宗值用的多呀 在做方案决策的时候 咱们的限值用的多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刚才说了 这个宗值啊 它的宗值点无穷多 不太好确定 你到底选一年后 还是十年后 还是二十年后 对吧 不太好确定 那么限值点呢 它的价值点很好确定 而今现在也不下吗 就是现在十年吗 好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你们想想 虽然我们的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 是面向未来 但是我们必须 现在来分析啊 所以站在现在的十年 面向未来看 那么基确呢 我们的现值和现在十年 现在的相关决策 才吻合 所以 在我们的相关决策 过程当中 不管是投资也好 融资也罢 我们的现值 用的比中值要更多 基此 在我们这一节 现值是必须 务必一定要掌握的 中值 可能上 如果能够跟上思路 能够有所理解 就可以了 好了 在中值和现值 换入过程当中啊 还会涉及到这个利率 比如说 刚才年利率5% 涉及到这个利率 这个利率啊 可以表示为 收益率 责限率 报酬率 还可以表示为 我们第十章的 资本成本率 等等等等 除非特别指明 在计算利息的时候 给收的利率 都是年利率 这是一个潜规则 给收的利率 都是年利率 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期数 对于期数来说 我们表现为 继续周期 什么叫做继续周期 计算一次利息 所经历的时间 即为继续周期 在刚才这个例子 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 继续周期 是多少时间啊 继续周期 是一年 但是 经过一年 我们计算一次利息 好了 我这样的表述 对不对 我说 继续周期 就是 一年 一个继续周期 一年 就形成一个继续周期 对不对 这不一定 为啥 那万一是 半年咱就计算一次利息呢 三个月 就计算一次利息呢 所以这个继续周期啊 要看具体的题目 要看相关的条件 来确定 到底是多长 可能是年 可能是季 可能是月 可能是日 等等等等 都有可能 好了 就是 两次计算利息之间 所经历的时间 即为继续周期 好 这是我们四个基本的概念 要有所把握 往下走 接下来 我们介绍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 叫做现金流量图 前面 我曾经说过 在咱们第三章 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曾经说过 在这一部分呢 后续时间价值 搞不清 分不明 理不顺的时候 现金流量图 为君解忧愁啊 现金流量图 非常有用的工具 那么现金流量图 应该怎么画呢 首先 画一个水平轴 这个水平轴啊 这个数轴啊 代表的是 我们时间 代表时间的延续 那么 在这个水平轴上呢 就有一系列 的相关参数 这个参数啊 代表的是时间 代表 继续周期 好了 那么看一下 这个水平轴 怎么画 从左向右 它的最左端 是0 0就代表现值点 就是现在死点 那么 站在0 死点 向右面一看 那就是 首当良棚 面向未来呀 过去 咱们分析吗 不分析 过去 我们是 把它放过去了 那么 我们的决策 投资也好 投资也罢 一定是 面向未来 前女朋友 前男朋友 你就别管他 人家过得好不好 和你没关系 咱关系的是 未来能和你 共度余生的 未来的女朋友 或者未来的男朋友 所以 我们是 面向未来 那么在数字上 有1 2 3 4 等等等等 这些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某个继续周期的 期末 期末 假设 现在 一年继续一次 或者说 一个继续周期 就是一年的话 2 就代表的是 第二年的年末 3 就代表的是 第三年的年末 1 就代表的是 第一年的年末 0 就代表的是 第一年的年初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对于 当期的期末 就应该是 下期的期初 所以我可以 这样表述 比如说 这个3 它可以是 第三期的期末 也可以是 第四期的期初 对吧 所以刚才我说 这个0 代表的是 第一期的期初 好了 这个时间轴 搞定 下面 我们的现金流量 就会设计了 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现金流出 第二部分 是现金流出 第三部分 是两者一相减 现金金流量 我们需要把 现金流量呢 放在这个 现金流量图当中 要注意 现金流出 和现金流出 要注意 他们是站在 特定主体的角度 来判定他们的方向的 比如说 以我 作为一个特定的主体 把我作为分析对象 今天天气不错 心情也不错 因为今天发工资 假设我来到单位 单位 发了一万块钱的工资 给我 对于我这个 特定的主体来讲 那一定就是 现金流出啊 对吧 我很开心 特别开心 晚上回家 交了9800 给家庭领导 哎 让他说 这是我这个月 全部的 所有的 毫无保留的工资 全部如数上脚啊 对我来讲呢 显然是现金流出 心情就不是 非常的美妙 好 那请问他们 对于这一天来说 我的小金库 我的私房钱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多少 用现金流出 简直现金流出 增加了200元 这200元 就是我们的 现金 净流量 现金 净流量 那么 现金净流量 有的时候呢 称之为 净 现金流量 一般情况 我们用 NCF 来表示 字母 到底表示 什么样的 经济含义 这完全可以 不用记 就是 这个现金净流量 NCF 这个NCF 你完全可以不用记 那等于说 不用记 为啥写呢 因为现金净流量 五个字 太麻烦 所以在后续 讲授过程当中 我干脆就用NCF 来表示 现金净流量 好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不会考 同学们 这些字母的 那只会 让同学们 计算 某某事件的 现金净流量 是吧 你汉字 能够认识 能够明确其中的含义 这不就行了吗 对于这样的字母来说 我个人认为 不要过于的关注 有的时候 我们在列方程的时候 有的人说 我这个R 哎呀 这个教材当中 那个位置参量是I 或者说 教材当中的位置参量是X 可不可以 都可以 你怎么表示都行 比如说 你们家那位 结婚之前叫男朋友 结婚以后呢 叫老公 你生气的时候呢 叫死鬼 对吧 都是指的他 无所谓 所以字母如何表示 哎 同学们 并不要太在意 那么 对现金流量来说 讲到这么多 两点 同学们要注意 第一点 对于现金流出 减现金流出 那一定要是同一死点 千万不能张冠礼贷 千万不能用 去年的一百万 减去今年的十万 毫无意义 一定要在同一死点的 现金流出 减同一死点的 现金流出 才得到该死点的 现金净流量 这第一点 一定注意 第二点 在我们现金流量图当中啊 我们基本上 以现金净流量 来预表示 也就是说 在这个死点 如果说有现金流出 有现金流出 你干脆先处理一下 算出这个死点的 现金净流量 然后再表示 在这个图形当中 那么 接下来 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如何表示 现金净流量呢 首先 用界限来表示 那么 界限呢 就 有向上的 有向下的 这代表的是 现金流量的方向 一般来说 我们箭头向上的 代表现金净流出 你看 箭头向上 现金净流出 心情很好啊 心心向入 正能量 那如果说 是现金净流出呢 心情就不是那么美妙 所以箭头向下 这仅仅是个 原则性的规定 如果说 你要定义 你非得定义 箭头向上 是现金流出 行不行 那也行啊 只不过呢 我们一般来说 箭头向上 代表现金净流出 箭头向下 代表现金净流出 这是方向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现金净流量 有大小啊 这个大小 用间线的长短 来大概表示 你比如说 A3这一笔 现金净流出 显然就要小于 A4这一笔 现金净流出 用这个间线的长短 大概的表示一下 当然了 这个间线的长短 和它的金额之间的关系 并不成严格的比例关系 你不能说 假设我们A3是十万块钱 A4是十个亿 那你说A4这个间线 它的长度 就前面的一万倍吗 你划不下呀 大概的表示一下 它们的大小关系 就可以了 在箭头的旁边 一般会标明 该现金净流量 它的数量的大小 比如说标A3A4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那也是它的作用点 这笔现金净流量 是哪一个时点发生 就得看这个间线 和横轴的焦点 横轴的焦点 就表示为该笔现金流量 它的发生实力 所以就此 对于A2 这笔现金净流量 我可以这样表述 说面向未来 发生在第二个G7周期期末 的现金净流出 金额为A2这么多 行了 你再比如说 我们A4 那是发生在未来 第四个G7周期期末 现金流量为A4 这么多的现金净流出 这可以了 好了 这是现金流量图 你们一定要学会计算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利息的计算 利息的计算呢 它实际上是 先给我们了一个思路 然后呢 再进行中值和限制的换算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利息的计算 有单利和负利 这两种计息方式 那么单利 那是计算利息的时候 永远都是本金作为基础 以本金作为计算利息的基础 单利计息 那负利计息呢 那是利生利 利滚利 驴打滚 在计算利息的时候 它是以本金再加上 之前所产生的利息 这两者之合 作为当期利息计算的基础 这是负利计息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我给同学们 总结了一个表格 我说啊 单利计息 计息基础是本金 负利计息 计息基础是上期期末的本利行 说当计息期超过一期的时候呢 单利计息 总体利息少 而负利计息 总体利息要多 这些结论 同学们先不要记 我们通过题目来搞定它 好 那么 对于单利 对于负利 我们都是 用本金 以资本金 以资本金 然后呢 通过不同的方式 要计算它的利息 要计算 未来的一个本利和 好了 实际上啊 如果说我们和前面的 货币时间价值结合起来 这个本金 就是现在时点所发生的 既然是现在时点所发生的 那么它就应该是现实 而我们的本利和呢 那一定是经历一定时期 才会有利息产生 所以明星未来 本利和 那就是我们的宗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